很少有人了解创业的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专业 想要成为行业里的佼佼者必须下足的功夫 还是深夜 经历过至暗时刻才会进化的成长 任何成绩都非一朝一夕之功 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 我们选择探讨那些不为难的事 令人知的慢的故事 用谈话这种直击心灵的方式 了解创业者背后的一千零一夜 其实内衣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它其实在过去所有的历史阶段 它都是女性价值的一种折射 一千个女人可能有一千种不同的胸心 同样都是75B 那它其实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胖 大胸 平胸 疤痕 眼长 这几件事情是大家目前觉得对生财焦虑 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六个方法 不想再有第二次吧 不想再有第二次 再多谈一年恋爱吧 小璐 欢迎你啊 谢谢 离你创业走了八年了吗 是 一二年 今年是我们的第八年 对 我们从一二年开始 在上海的这个五定路上租了一个五十平的小房间 当时就我一个人 我还没有员工 我们当时卖了北京那套房 然后就开始做内外 那时候你已经结婚了的呗 对 我先生也在 他在工作 然后当时其实我们公司所有的这个工资都是他工资转给我 然后我再发给我们的同事了 对 所以我觉得确实就是 他是第一个天使投资人了 对对对 是 当然我们也很早投了 对对对 所以在一五年之前吧 那三年都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比较孤独的过程吧 因为那时候可能团队也就是从没有人到两三个人三四个人 然后我自己做做所有的事情 发货包装 给客人写贺卡 那些所谓非常personal的这种service都是在当时开始的 因为当时确实体量很小 我就会自己去给客人送一些我喜欢的东西 放在我们的这个包裹里面 从线上一直走 走到了线下 那我们现在在全国二十二家二十二个城市有将近一百家的直营门店 其实是从内衣开始出发的 现在其实已经成长成了一个全品类的贴身衣物的生活方式品牌 其实我就觉得做每个时代的品牌造梦的这个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呢我们却发现说在一二年以后 女性开始觉得完美身材这件事情对自己有很大的压力了 所以就开始兴起了很多在美国的一些新兴的内衣品牌 他们讲求的是说我不修偏 我就是接受我身上的这些脸上的雀斑 我就是胖的 我就是可能是平胸的 其实内衣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它其实在过去所有的这个历史阶段 它都是女性价值的一种折射 为什么现在很多女生选择那些更自在更舒服 更自由的这个内衣 其实很多程度上是他们对自我意识 以及对自己精神和身体上的一个更高的追求 我看你在其他地方分享的时候 你谈到内外是一个设计驱动的一个公司 它就是完全关注于设计本身 大家谈到内外的时候说 内外的这个产品体现了一种变态性的追求 那这个变态怎么理解 这个变态我是理解成一个极致性的描述 我先讲讲就是关于什么叫设计驱动的公司 就是我们愿意花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探讨设计 那我们其实整个在内衣的研发 通常是一年的时间 我们在前期设计出来了以后 我们会做大量的这个fitting 因为内衣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因为一千个女人可能有一千种不同的胸型 这个就是同样都是75B 那它其实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那我们如何保证一款产品可以cover最大的一个人群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做非常细节的这个fitting 然后去记录他们这个穿着感受 而且这个fitting过程非常复杂的是 不是你今天上身穿就可以 它需要你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穿洗 然后去看整个后面这个衣服会不会变形 我们会追踪这个感受 那这个是我们产品设计出来的这个流程 着装它实际上是让人类远离自然的一种方式 对吧 其实我理解的内外的设计驱动 实际上是让这个东西再回归到自然性 我就注意到你们最近忽然上了一个大片 王菲 从视觉角度 从这个思想的高度 我已经感触到了你们要达到的东西 那为什么在此时此刻选择了王菲 怎么选择了王菲 这是一个挺长的story 其实在18年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会告诉我们说 知道什么是内外 但她其实还是很难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女性的形象 但是18年的时候 杜娟的那个代言出来了以后 大家对内外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 说内外的女性一定是这样知性的 她穿衣服 整个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传递出来了 当时其实杜娟对于一个内衣品牌的代言 她是有非常大的顾虑的 我觉得任何一个女艺人 对这件事情都会有很大的顾虑 但是非常巧的是 当时她的经纪人是我们多年的用户 所以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非常顺利 然后今年我们想要去找一个新的代言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时确实是希望 是她的国民度更高的 但是呢我们又很担心 当国民度非常高的情况下 她的商业度肯定也会非常高 她不会是那么的先锋 当时我们就觉得王菲是一个最最合适的选择 后来那个麦子就找到了这个王菲 就问她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品牌 结果非常意外 她是我们三年的用户 她知道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她也很认同 所以我们跟她聊的时候 这次就聊得特别顺利 菲姐就说那可以啊谈一谈吧 所以就很多人会问我们说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请到了菲姐 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靠你过往的这些作品 靠你的产品 可能真正打动她 因为她是个很随性的人 她只会做她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选的代言人 是一个更平等的状态 大家互相成就 我觉得这是我认为代言和品牌最好的关系 你找了一个错的代言人 对品牌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很多创始人想不清楚 觉得这个人只要是大红大紫 他好像就一定对于企业他有价值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谈到了 就创业他一定要有一个长城的 有耐力的这个想法思维 他才最后创造出真正的价值 那我想回到咱们这个用户 在谈之前我在你们这个APP里头 找到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 这个有一个女孩子写的 他说小学时出车祸 大腿内侧留下一条长三公分 宽一公分的疤痕 有爱美意时候一直很嫌弃自己 直到上大学 有一次看到一个女生穿这条短裤 但是从小腿肚子以上 都是烧伤过后留下的疤痕 可是他一直洋溢着笑容 那一刻觉得他真的好看极了 忽然觉得自己不过是腿上 长了一个小鲸鱼 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印记 这个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很动人 这段让我想起了一个 杰克的著名作家 我非常喜欢的叫赫拉巴尔的 我忘了在哪部小说里 一个工人也是穷困潦倒 舔着啤酒肚 他特别痛恨他肥胖的肚子 但是有一天晚上 躺在自己的宿舍里 月光照进来 他看着自己起伏的啤酒肚 本来很厌恶 看着看着他就进入幻觉 觉得这是大海的一个波浪 再往前滚 而他的梦想就像一条鲸鱼一样 就游过了这个波浪 他从此唤醒了 他对他自己的肉体的热爱 这个非常非常意气同工 从你的角度来讲 有哪些时你是难忘的 这样的经历 让你觉得做内外真的值了 其实内外不仅仅只有大言人 他有大量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那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故事呢 其实我们今年三月份 我们在推出了一个新的广告的campaign 叫Nobody is Nobody 就是没有一种身材 是微不足道的 当时我们就是想第一次用 非专业的模特 去拍摄我们当季的这个产品 我看了那个 拍得非常棒 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 有将近一百位的女性给我们去投稿 因为其实要让中国女生穿着内衣 在镜头前面如此自然 其实还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后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发现 比如说胖 大胸 平胸 疤痕 眼长 这几件事情是大家目前觉得对身材焦虑 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六个方面 所以我们就在这六个领域里面 找到了六位有代表的女性 当时做了19次的采访 然后大概有累计了8万多字的 一个采访的这个提纲 就最后的采访的内容 我们拍成了一个14分钟的纪录片 所以刚才那个小女孩 就是看到了那个疤痕女孩的故事 她是一个脊柱侧弯 然后13岁就做了这个 整个后背的这个脊柱的手术 所以在她的这个背上 有一条特别深的一个疤痕 然后我们当时给她写了一句文案 叫这个 就是说是这个生活对你的一个 一个吻 对 祝福 其实 对 是 大家她后来就是拍完这个片子以后 她说这是她2020年 觉得最幸运的一件事情 然后也找到了很多跟她一样挤住 侧弯的女孩留下的疤痕 她觉得在那一刻 她的人生跟自己和解了 所以当设计成了有这个治愈的力量的时候 对吧 她简直就已经不是品牌了 她真的直击心灵 您说怎么去改变影 其实有很多时候它并不是改变 而是在女生每一个重要的moment 你可能都需要一些仪式感的东西 我当时就收到了 其实也是真格的一个女孩 她结婚 然后她给我寄了一个婚礼的小礼物 上面是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上穿着我们的衬袍 她是说 很多人给她各种关于衬袍的建议 有红色的 有蕾丝的 她说这些都很婚礼 但是她不我 她不是我 她说在我把自己嫁出去的那一刻 我希望穿的一定是我自己 这就是一个品牌 或者创业的真正的真正的灵魂 以前我们的理解 内衣是让别人看的 对 因为她永远都在里面 对 其实她有眼睛 她实际上是你最贴身的伴侣 虽然她不会说话 是的 你和员工说话时 用过的最多的词语是什么 辛苦了 你最不喜欢同事的什么特点 拍马屁 公司里有没有拍马屁的人 有我就会摆菜了 用一个词来形容创业到今的感受 你会用什么样的词 不想再有第二次吧 不想再有第二次 我觉得不想再有第二次有两层意思 一个是我不想再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确实是很辛苦的 第二个是我希望内外是可以 做下去的 做下去的 哪个地方是你从来没去过 但是一直很向往的 你知道我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就是未来如果没有再做内外了 我可能会想去一家巴黎的餐厅做waitress 给大家推荐酒 收藏过或收集过任何东西吗 如果有的话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集 情书 哇 如果从小到大可能从小学开始收的情书 到后来的都被收在一个盒子里 有多少 挺多的吧 一盒子吧 哇 如果现在给18岁的你自己一个忠告 这个忠告将会是什么 再多谈一点恋爱吧 你个人生活中你是喜欢花钱的 还是喜欢攒钱的这样一个人 我喜欢赚很多钱花很多钱 但是花钱呢 就我这两年特别有种感觉 当你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 你特别想要也买不到的时候 钱这件事情可能就意义不大了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你最后悔的事情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 从来没有令你后悔的事情 从小到大也没有 哇 太厉害了 我们今天这个对谈快结束了 那我想在这里呢 结束之前我分享一个来自真格同事的 她发给我 她其实就是当时你说的那位小姑娘 她说好的品牌接近宗教 对我来说内外就是有灵魂的一个品牌 药意是什么呢 是女性对自己的探索 在多重身份和多种声音中 倾听自己的内心 从而获得自在内外 穿上她 我感觉多一份力气 也会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对这个议题的思考而随波逐流 这个我觉得今天我想用她发给我的这句话来做我们今天这个对谈的结束 其实她说的非常非常好 因为她来自真正内外的忠实的这个用户 那么感谢小璐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这个创业故事 谢谢王老师 谢谢 一千零一夜第一期结束 我记得那天晚上应该是我奶奶病危的晚上 其实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父亲见到我 就是她是一个特别强的人 很少流露自己的情绪 但是当我见到她那一刻她就哭得像个孩子 那时候你能理解每个人失去母亲的那种 对 对 那我觉得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晚上 Grounded 一千零一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